好 大家都在看呢 就是國民黨的下一個兩年 或是下一個四年 會是什麼樣的局面呢 我們來看到美島電子報的董事長 吳子佳他怎麼說了 他就如果兩年內 接下來國民黨沒有辦法在年輕人當中呢 把年輕人的心拉回來的話 會發生什麼樣的慘劇 兩年後的九合一 就變成這一次2024的撒卡都 複製在所有的地方選舉上面 連台中可能都要被輸掉 那這樣的話呢 國民黨就完全是什麼 地方在野黨 這就很可怕了 第一件事情他說國民黨呢 現在必須要打掉重練 把年輕人的心抓回來 第二件事情 國民黨52個立委要開始報弊案 所有弊案把它挖出來 把總統蔡英文8年的弊案 全部翻出來 那國民黨就很有希望了啦 我們也看到了 包含是蔡英文的分析呢 他說不要誤以為 年輕人不投國民黨 國民黨這一次年輕選票 其實也拿很多 這個多名年輕立委當選 這就是證據 國民黨要交給年輕人 要重視年輕從政新生代 就容易拿到年輕選票 國民黨整體來說 也不會老氣沉沉 其實也被認為說 國民黨如果不改革的話 下一次的大選 恐怕會直接墊底 即使說呢18歲公民權 還是沒有完成修憲 柯文哲支持者會陸續的長大 這個擁有投票權 國民黨呢 沒辦法取得年輕選票 下一次你就會變第三名 你就會被泡沫化 這聽起來就很可怕了 所以國民黨要怎麼樣做調整 做改革呢 好這一件事情現在大家呢 除了選完 不外乎就是抓戰犯 然後呢不外乎呢 就是逼宮 好現在呢 這個國民黨呢 這一次的選完之後 我們來看到的是 包含是田芳倫呢 國民黨青年黨團的前總團長 他說 朱立倫其實現在已經完成 階段性任務 此時此刻呢 要負起政治責任 讓趙少康能扛起國民黨大旗 在國會當中展現出 戰鬥欄的力量 包含是呢 這一次出來選的 侯友宜 他又說總統敗選 他負選擇嘛 現在就有一些聲音說 要不要趙少康來當主席呢 這樣的聲音出來之後 普遍大家怎麼看 我們來看到 包含蔡政源說 趙少康功勞是很大 但畢竟選輸就是選輸了啦 沒有去 沒有比較不適合去當黨主席 再來呢 許巧欣也說話了 許巧欣說呢 雖然總統副總統選輸了 但是過程當中 朱立倫努力大家有看到 如果他願意繼續為國民黨付出 會全力支持 為什麼呢 許巧欣他講到一句很關鍵的 他是說這段時間呢 朱立倫作為黨主席 他的日子呢 是苦的 不是在過著爽日子啦 所以呢 現在有很大的聲音是覺得 沒有必要在這個時候去逼宮啦 那至於呢 民眾黨的部分 這個呢 我們來看到是統神 他曾經呢 在選前說是要支持柯文哲 不過現在他覺得自己完全被騙了啦 他要求呢 黃珊珊 陳志涵 他要求他們應該要道歉 好 回過頭來 看到國民黨的部分 在這邊呢 我們持續的要來請教永平姐了 現在呢 是不是在 國民黨確實有聽到一些 逼宮的聲音嗎 那我剛剛看到其實 連虛巧心都站出來 他覺得說沒有必要啦 然後再加上說他告訴大家 這個 肩上哦 扛下這個責任 這段時間 其實呢 說真的啦 如果要換人 也可能有點不知道要換誰 想要問有瓶姐 現在在國民黨裡面的聲音 大概是怎麼樣 國民黨現在確實有 零星的逼宮的聲音 但是他們都不是屬於主力的政治人物 所以這個效應不容易擴散 第二個呢 朱立倫這一次呢 你要說他作為一個黨主席 他領導算失敗嗎 確實總統大選選的不如人意 可是大家知道那個不如人意呢 是因為藍白河破局 那藍白河是怎麼破局的呢 第一個時間也不是很長吧 這個柯文哲去簽了字反悔 還有那個難看的軍樂飯店的那一幕 大家都還歷歷在目吧 我們也現在也不需要替大家 這個再重新回憶了 那就才發生不久的事情 那你說朱立倫 不管他什麼這個藍白河 可不可以早點推動啊 過程中有沒有被這個金普衝扯後腿啊 然後各方面啊 當然現在選後以後 一大堆內幕就跑出來了 但是不論如何 朱立倫作為一個黨主席啊 在最後 臨門一腳藍白之所以沒有核的責任 是在柯文哲身上啊 並不是在朱立倫身上 那這一點大家還是很分得清的 這個是總統大選的問題 那至於說立委選舉呢 那立委選舉你這次不稱讚 這個朱立倫說提名提的好有功啊 然後呢一些地方派系整合的不錯啊 然後讓這些地方派系老的操盤人呢 都願意放下成見啊 全力的去把年輕的拱上去 其實呢最顯著的地區呢 就是朱立倫以前當過縣長的桃園了 大家還記得吧 桃園那個時候他堅持張善政空降去選市長的時候 地方反彈有多嚴重對不對 大家還記得當時那個原本跟朱立倫相當要好的 桃園的議長邱逸勝幾乎跟朱立倫對著幹 可是呢朱立倫還是有辦法把這個邱逸勝好好的安撫下來 然後他派他的子弟兵林涛跑到桃園去參選議員 然後拼命的接民進黨的幣 然後協助整個打了一場蠻漂亮的選戰 然後當張善政一得到桃園市以後 雖然大家很多人說張善政是佛系等等 可是張善政的這種佛系 剛好跟這些地方派系呢 他們本來已經把很多的組織各方面都抓得牢牢的呢 剛好沒有衝突 那在這個時候呢 全力國民黨團結一心的結果 你看這次的桃園市多麼驚人 這個民進黨立委叫做全滅 而這個全滅的前提是前這個桃園市市長現任的這個傅格魁 非常非常的認真鄭文燦 那你所以你在這種狀況底下 你還逼公 你把鄭文燦的政治前途都打掉了 你還逼朱立倫的公 大家也沒有覺得有這樣子的必要性啊 也沒有覺得有這樣的正當性啊 那至於說趙康在這個時候 適不適合來接黨主席 我覺得趙康完全沒有這個意願 所以呢我覺得也不用害他 那至於朱立倫做到2025呢 之後該怎麼佈局怎麼接呢 我相信到那個時候政治情勢會比較明朗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的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Food feel good Food feel good